真的非常值得推荐 有机会一定要来试试 会颠覆你对日本拉面的认识的 这什么 各位新香记忆日本人Omana 昨天吃寿司喝多了 本来预计今天中午去吃东京排名第一的海鲜饭 但我这胃实在是不行 所以改成了龙虾拉面 我相信看我的节目的观众 普通拉面吃了很多了 但是在东京能吃一碗 Tabellok评分3.7以上的龙虾拉面 真的是不多 这家烤肉感觉很牛 这11点多都已经排这么长的醉物了 我去 牛 龙毛饭哥实在是走得太快了 一眼都不考虑我现在的状态 他哥们 闻到了浓浓的那种虾油的味 真假的在这排着呢 店的名字叫Evimaru拉面 虾丸拉面 数了一下20多个人第二波 希望他们快点吃 难受死我了 早上都吐了 这条街上感觉好吃的店挺多的 然后我发现了一家 我必须得喜欢的店 没毛病吧 我们看看日本的中餐馆里都有什么 首先代表菜 阿波豆腐 鸟子 油菜炒香菇 咖喱根本不是中餐 还有日本人的最爱炒饭 青椒肉丝 丹丹面 五老肉 11点半 开始进人了 所以想来的话可以11点 过来排30分钟赶在第一波进去 店员会为了省时间提前点排队的人的餐 法餐师傅做的龙虾拉面专门店 有点意思 在门口排的就闻到了浓浓的虾味 哎呀妈冻的我 推荐搭香槟的拉面店还是第一次 然后这是上面烤的备肉 作为开胃菜 尝一口 黑胡椒味超级浓 吃不出还有那个备肉的感觉 挺好吃的 能把一家拉面店做成约会的场所 也挺厉害的 这面看太行了吧 先把面里边的东西吃完以后 他再拿那个饭过来 所以这榴莲汤 奶油给化进去 这汤一看就很浓厚啊 哇 这虾味太浓郁了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再来点自家做的虾油 这加完虾油以后 有点变成中国的淡淡面的感觉 看这叉烧啊 有点像 汉的感觉 里面还有一个是什么肉 感觉是鸭肉 哇 这什么啊 肉和蘑菇的结合体吗 真的好好吃 这真的是远超于其的味道 一种黄和蘑菇的结合体 这个是什么啊 鱼的胸肉 还有鱼的煮熟 鱼的肥的那块 感觉像蘑菇一样的口感 哇 这太一碗了 太一碗了 非常热 谢谢 谢谢 这又是那个不可能不好吃起点 这太行了 这太行了 这个来对了 这太好吃了 大哥 这太好吃了 里边它加的虾 什么的 配上汤 再配上起司绝了 关键是你只要想排的话 你都能吃到啊 作为拉面来说肯定是贵 就是法餐的小bistro 你要那样想的话这个价位超级划算的 让我吃美了 饭里边的大虾也超好吃 它这个形式真的太有意思了 这老板相当有想法 我们出来12点45 外边还排这么多人呢 实话说这个队排的真值 性价比好高啊 两个人一共4500日元 大概是220左右吧 真的非常值得推荐 有机会一定要来试试 会颠覆你对日本拉面的认识的 这个面本身就很好吃 然后呢汤底呢特别浓 有浓浓的虾的味道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点它那个意识会饭 拿那个面汤 发酵下去滋滋冒响 真的是 然后再放上那么多的起司 那个味道又那么浓郁 真的非常好吃 虾爱好者一定要来的一家拉面店 那今天晚上呢也是去一家宝藏的 我妈还在寿司 我现在回酒店继续运动 我们晚上见啊 拜拜 拜拜 耶耶耶耶耶 今天心情不错路子开开 这去逛街 如果一家日日日聊天 现在就睡不要钱 想干脆去趟店 正好都里没有钱 能停靠车来个大爷 要电话放荡 玻璃上帖 我我我我说话有点差 还打打打打打电话 你问我的电话 好吗 要三八八八八八八 你说我的小姐吧 嗨嗨嗨 问我要电话 我我我的名字就叫 乌玛安打打打打打 安打